几天来空袭更加频繁了 伊朗指责沙特袭击了伊朗驻也门的使馆 空袭的目标是胡塞武装 沙特方面称胡塞武装得到伊朗的支持 伊朗予以否认 也门战事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使得普通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 当地人说经济危机和燃油严重短缺 可以像战事一样危及到生存 农民只有能力种自己家吃的 因为没有燃油可供大型机械运作 整个国家都受到负面影响 一些民众被迫到黑市上去购买燃油 但是黑市的价格要高出六七倍 在这个加油站人们排队等了好几天 为的是要买到便宜的油 一年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天 对外供应便宜的燃油 我们在黑市上购买天价的燃油 一些卖油的 有的时候还骗人 在汽油里掺甲 好多车就是这么给弄坏的 当地石油部门的官员说 由于燃油短缺 其他东西的价格也都随之大幅上涨 一些关键设施 比如像医院 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 包括蔬菜和其他食品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个而死去 供电和燃油的短缺让医院没法运作 也门的内战被认为是象征着沙特和伊朗 这两个当地最大国家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在也门 当地民众说 受害的都是当地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和莫亚利 从开罗和萨纳发会的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